哈嘍各位網路朋友 很久沒有跟大家在分享體育賽事的分析 那今天跟大家講解一下 賽爾提格跟勇士NBA的冠軍賽 今天現在6月14號 早上9點15分 正在開打 但我還沒開電視 我還不知道比數 那再不講的話 這NBA的冠軍賽都快打完了 那真的先跟大家說聲抱歉 因為最近其中上個月確診 確診好之後身體還有其他不舒服 然後腰傷腹發 重複神經痛 昨天還在治療 可是我現在忍著痛 我現在其實坐過身體腳很痛 那個就是那個醫生 坐過身體痛 音體力 腰部 水肝膀 會不會痛痛 真的是全身 下半身都在痛 但是我今天忍痛跟大家做一下這個分析 先講結論 我個人認為 賽爾提克拿下總冠軍的機率比較高 但是我心裡 我是喜歡勇士隊 我很想要 那個Steven Curry拿到一次Final MVP 但以兩隊實力來 來那個總結的話 賽爾提克確實比較強的 一些些 有人說勇士是宇宙勇超強的 我現在跟大家分析 第一點 比較綜藝搞笑一點 就是我們台灣東方神秘力量 球爺 李毅生 他說勇士會贏 天啊 球爺 球爺球掉了很多總冠軍 當年七十三勝的勇士隊也是 球爺說他會總冠軍 結果翻船 去年的太陽也被球爺給球掉 拜託球爺你支持賽爾提克好不好 因為我希望勇士贏啊 第二點 就是勇士的軟肋 勇士的內線 是比較不足一點的 然後尤其近幾年啊 他們的Green 得分能力又下滑 當他得分能力下滑的時候呢 要防守Green 變得很簡單 因為不大理他 從根4你就會看到幾次 Green拿到球再進去 他其實可以上籃了 但他卻選擇傳球 Green在進攻的這個意識 比較薄弱底下 給賽爾提克內線 有了非常強大的這個 防守能力 那這樣 所以這幾場 你看到勇士隊的Looney 變成他們內心的支柱 反而並不是Green 喔 Green這個防守大將稍微弱了一點 那第三呢 賽爾提克的得分點穩定 賽爾提克每場至少 三個得分點 雙J Jason Tatton 還有John Brown 雙J太厲害 平均都每場穩穩的拿下27分 那第三個得分點呢 無論是Smart 或者White 固定 攻守十幾分 有時候二十幾分 所以他們的得分點穩定 勇士的方式就比較難 勇士的第一 得分點不用講 就是Steven Curry 第二 Green Thompson第三 Jordan Paul 這個Green Thompson跟Jordan Paul 的攻守 沒有能穩定 尤其是Green Thompson Thompson如果啊 他再不努力振作 穩定每場攻守 不要說20分 至少攻守個16分以上 這個 Steven Curry是很困難的 那接著呢 以Green Thompson Steven Curry的表現 他拿下43分 這個43分 我跟你講非常偉大 這比起其他 球員在中間去拿47分以上 都還要難 你們可以去看 回顧去看 Green Thompson的重播 Steven Curry的43分 都是在高難度的投球 而不是說那種高難度 進去投球不明 是高難度的 在三分心外投球 那個勇士隊要做了很多檔拆 才讓Steven Curry 擠出大概0.2秒的時間 大家覺得那是控檔 你們可以注意看 幾乎沒有控檔可言 他一出手 立刻有人反過來 甚至他出手的時候 都還能撞到他 裁判沒有反過來 他還是投進了 還有一點就是年紀跟傷病 其實有在關心這個NBA 這個球賽的人都有注意到 其實Steven Curry的腳已經受傷了 那在跟四啊 他還很努力的拚到43分 真的是一種奇蹟 因為對手都傻眼 他腳受傷了 他還拚了40幾分出來 而且都在高難度底下完成 可是這相對的就是 在對比上面 勇士平均的年紀比較高 尤其Steven Curry已經34歲了 你要知道34歲的年紀啊 那個受傷之後恢復不容易 我們年輕的時候20出頭歲 腳扭到 兩天一樣身動呼呼 在籃球上跑跳 但到你30幾歲你腳扭到 你有一個禮拜是恢復不來的 還有肌肉緊繃 那個酸痛乳酸的堆積 年紀越老 疲勞氣越長 恢復能力越差 相對的賽爾迪克呢 賽爾迪克都是年輕好手啊 都是在23到27歲之間的年輕人啊 恢復體力相當快 尤其中冠軍賽中間會有兩場的休息 對老江來說兩場可能休息還不夠 醫療設備全力的去幫他做 一次都還沒回風 但是年輕人呢 滿血回歸 這就是我覺得賽爾迪克 比勇士還強一點的原因 我覺得因為兩隊實力都很堅強 差不多 所以很可能打他搶輕 第七戰雖然在勇士的主場 可是重點就是第七戰 就是年齡的勝負差距 所以我個人會覺得勇士 弱矩下風原因就是這樣子 那我啊 理性的分析 我覺得賽爾迪克可能會在第七戰贏 可是我的感性 我希望勇士能贏 尤其我希望 Steven Corey可以拿下 Final MVP 但是我相信如果加打搶7 而且勇士是些微分數 才輸掉總冠軍用賽的話 這一次有可能會計 那個青年代之後 第二次 NBA第二次 將Final MVP 搬給輸隊 就是Steven Corey 很有可能 好的 那如果有Gang7的話 在第六場結束 有第七戰的話 我再來做這個兩隊的分析給大家聽 好 那這今天我看到我們的賽爾迪克 跟董事的分析 就到Skylo了 謝謝你的觀看 拜拜